請問 宣讀台北市政府 補給歷史建築經驗建築居樂建築群套 古遺史史積極文化主觀審議會第一 104次位移基督結論 重一被查 第三頁 審議案案1 指下施定補給朝北離岳 勝負再利用計畫審查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初期委員一致同意決議如下 1 本案審查通過 2 請你本次委員會議意見修正或補充 送本職複合同意辦理後續 修復及再利用事宜 案2 北投兒童樂園園公共預場附屬原地 文化資產下值審議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初期委員一致同意決議如下 1 同意登陸北投兒童樂園 原公共預場附屬由原地為文化警官 防空洞設施納入文化警官保存元素 2 本案後續依文化警官登陸 及廢紙審查辦法第三條規定召開公平會 公告事項再行提縱審議會審議 3 北投公園與北投兒童樂園相鄰 分別位於北投區中山路南北兩側 有關北投公園 性納入北投兒童樂園 人公共預場附屬由原地 文化警官範圍 按啟動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 並提至公平會 聽取民眾意見 後續再行提送審議會討論 3 新北投車站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議如下 1 同意登陸新北投車站為歷史建築 名稱種類等公告資訊 請委員小三位一記錄 2 檔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陸費指審查 及付出辦搞辦理後續事宜 案4 檔案依據黃捷庫居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議如下 1 同意登陸黃捷庫居為紀念建築 名稱種類等資訊請委員相參 2 檔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陸費指審查 及輔助辦法代理後續事宜 案5 歷史建築賴市外售卡 修復再利用計畫審查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議如下 1 本案審查通過 2 本案請管理機關本府公務局 工人路登工程管理處 掌握修復工程進度 並視度向在地裡找說明 案6 中正區市長管理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結論 本案經委人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議如下 1 同意登陸中正區市長管理為歷史建築 民村種類其登陸資訊 其委員想猜 2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 登陸廢紙審查及輔助辦法 辦理後續事宜 以上其委員同意備討 大家對於上一次都被證明了 如果沒有討論 就 沒有討論 沒有討論 本案依 列測最終建築大同區大道省建築所 內部區內部天主堂 內部區前清舉人陳薇找公務障 訪施結果繼為三區 核心圖85號 公正區全中階八項二、四號 解讀列測報告案 案由列測最終建築大同區大道省建築所 內部區內部天主堂 內部區前清舉人陳薇找公務障 檢視結果繼文章區核心路85號 及中正區全中階八項二號及四號 解讀列測報告案 報告案 條件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4條 及文法實行細則第15條辦理 請請請請恢復 依辦理情情本案戲針對本局 107年4月間就本市列測追蹤建築 依文之法史強系的第15條辦理法式 或依文之法第14條辦理列測追蹤審查 有關訪市縣刊結果及後續辦理情形 本案報告如下 大同區大稻埕店鎖 內部區內部天主堂 內部區前清局的陳委長公務帳 別策追蹤建護訪市 安息107年4月2日 本市單一成形案件反映內部入二段伍木遭破壞文局稅衣 文職法實行系的第十五條辦理 內部區前清局的陳委長公務帳訪市 大同區大稻埕店鎖 內部區內部天主堂登兩處建文冰頭辦理 本案三處列冊最終建物基本資料如下 一大同區大稻埕店鎖 地址位於地址大同區大泰原路187號 坐落於大同區原環段三小段171地號 建物為同小段473地號 管理機關為臺灣電地股份有限公司 內部區內部天主堂 位於內部區陳公路三段17號 坐落於內部區康明段4小段504地號 5地號房地皆所使用 內部區前清局人 陳委長公務帳位於內部區 壁服山莊入口出不禁止山莊內褲 坐落地號為幣不斷二小段658地號 及692地等地號 本案本局前1.105年10月25日 內部區布施計畫通盤檢討計畫 專案小組會紀錄自民眾前期一建議 105年11月28日辦理 內部區前清局了陳委長公務帳現場回看 並同意於列車追蹤 本局續依文字法第四條規定 於106年3月21日提送本 是第91次會議 會議結論是同意維持列車追蹤 並同說明 以下為三處列車節目的 地極地零服務委員參考 本局於107年4月13日 邀請文字委員學企委員朱一銘委員 召開三處列車追蹤建物法事 經委員現場同仁結錄會議 結論以下 以大統區大造成電電所 本案建物街角海有模型設計 扭牆並有臺電標誌 寮外牆為預設式13構面 專家洗時制 且建物能作為臺電備料室 及電電控制室之有 為建政大造成電所現代化之以存 建議給予文資身分 內部區內部天主堂 本案建物委50年代所建 那他會後期徵見等委屆 經多次徵見無明顯特特 及歷史價值 建議解除列車 內部區前清舉人成為獎公墓帳 三處牧總為清代 成家中藥等務牧總 並留有其他華標等服務 居歷史價值一 建議給予文資身分 依上開房式解骨指紋主堂 內部區內部天主堂 解除列車 大藍銅區大藍城邊內部所及 內部區前清舉人成為找公墓帳 本區將密案令 並持權益國化資產保存 法第十七十八條 啟動國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 那有關於民眾意見 放置於各委員的作項 請我為了參考 提下為四月十張會刊的 建物的現況照片 請我為了參考 此為天主堂現況照片 成為找公墓帳現況照片 辦理情形三 文化文山區核心路八十五號列車 最終建物檢查先刊 漢系群結都市等新事業 部分有限公司 於一年七年一二十九號 暗旬台北市文山區 華興段市小段四十四至二號 等十一地土地是否有文化資產 經查本案基地範圍內 文山區核心路八十五號 為列車檢護 顧辦理列車追蹤建物審查先刊 本局107年4月18 邀請文資委員薛琪 劉淑英委員 詹天權委員 召開列車建物現場會刊 經委員現場討論結錄會議結案如下 本案建物外觀三合院 隔區又不容有改建 二層還是一 整體環境上 散存三合院行事 建物外觀已貼新建材 正經牆面已貼白磁磚 現狀況殘缺 故隆均已改建物 歷史背景 解除列車追蹤 以下為建物的地籍地底服務 建物座落的位置是 文山區和新路八十五號 文山區華興段市小段五十七里號 建號為同小段一二建號 指揮建物的外觀跟內部的現況照片 請委員參考 判也請一次 中正區泉州街發向二號及四號列車 最終建物審查 現刊安息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前 於106年12月二十日解送 中正區南海教育小段95一建號等十二筆建物資料 於本局辦理文化資產價值評估 經查本案基地讓文內 全州街八項二號及四號為列車建物 顧辦理列車追蹤建物審查現刊 本局於107年4月二十日邀集 文資委員、劉蘇英委員、詹天權委員 和蘇英明委員召開 中正區全州街八項二號及四號列車建物現刊 經委員現場討論解錄會議結論如下 本案建物為雙瓶的日式建宿舍 前後院保存兩號 外觀游泳於林板、牆面及黑網 在內附近新建材質建議 推援擁有格局 地板陰於漏水損壞嚴重 經多數委員 整體評估本案建物不具文化資產價值潛力 檢出列車 以下為建物的地籍疫情部公園探討 中正區全州街八項二號的建物的外觀 跟內部的狀況 經委員參考 下為全州街八項四號外觀跟內部的參考 一、內部區天竹堂、龍山區核心路八五號 中正區全州街八項二號及四號建物解除列車 大龍區大道城邊鏈所、內部區前清局人 成為導工募障 後續一、文化資產保存法 啟動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 你請同意備查 二、本案一結論犯你後續以上 那大家對於聖誡值的機場有關 大家對於聖誡值的其他人有識到的 聖誡值中的主意趨勢 現開去瞭解也是非常好 但我有一個建議是說 因為過去這一次最多的歷史能變的 有沒有可能 我剛才跟一張網站講 跟邏輯性的有一個表格的圖 然後有一個年代 然後看到底你要 比如說現在這幾個到底去看的那個 背後的邏輯思維是 跟年代有關的 跟地律有關 還是跟某種事件有關 如果這樣的話 我覺得我們對這些事情會更清楚 或者其實那麼多一次事 一次處 那不曉得何時可以看完 還是說可以同步有更多的合約 我相信你們應該很累 要一個一個去做這個是很辛苦的 老師 我現在跟你報告一下 依據那個現在那個細則裡面 他是有規定要去看那個列車 然後台北市其實列車到一千多株 其實那天大概成會的時候 鄧副長也在有跟市長報告 那一千多株如果照這樣的話 我們也預估大概一年 大概看一百二十處上下 那我們十年才可以看完 如果要仔細看 而且裡面還有一些問題 因為有的師弟 上次薛老師就去了 幾乎是被那個私有的所有全民罵出來 連委員都被罵出來 他說因為列車追蹤 他沒有減稅也沒有任何補助的權利 所以這一個大家回去 我們會跟我們一起做這個概念 到底怎麼去看這個列車追蹤 都是很麻煩的 我們不會演 但是市長也支持 他們明年有要編列預算 去看這些列車追蹤 至少一年會完成一百二十處 那也會有一個單位 站在比較重力的平台的立場 那我們去看 也不要說都是我們自己在 在操作這些事情 所以跟老師講 不然你一年開始也叫不及 現台網紅人不參加可以嗎 可以的會去 但是以那個平台為基礎距離 就是用平台來做嗎 那平台的話 原來我們都做得比較外面的團體 對 都沒有關係 那個都可以做 對 都可以做 對 但是同仁一定會在此 常可以藉由平台來參與 這個一千多個列車的項目 對 好 那請 來 各位來 各位大家好 為什麼我常常提出列車的數學 我喜歡去看 那事實上台北市的列車歷程的分別 因為早前 他還是在影片提出的時候 他偶爾偶爾地去學校 去學校 那個補查當時的標準非常地單重 主要是個老蠻子 並且呢 因為補查時間很重要的時間 所以學校的老師呢 事實上不像講起來 並不是很費者的 只交代他們的底下 有很多學校的畫面就去看 看然後大家就把他拿出來 然後把他拿出來 所以這個數量非常多 像我們看這個核心路 八字圓畫 這個他本來是一個 三個月後 已經一半已經被拆掉了 就是一個二型 那個二型的外向也改變 裡面都填滿製造 然後屋頂也灘灘了 但也許他們看的時候還沒有補造 這也事實上 事實上沒有任何的基石位置 這種補結成 或者你像那個天主教堂 在這個內部的 這天主教堂 我們一看就知道 就是一個文化的代表 裡面根本它是偉大建築 他們反而希望 我們反而堅持 那換它現在變成紀念 像類似這種東西 我們把它 六五是 套義沒有歷史 沒有建築的回答 就是有些學生看 他那邊有個石架 也有個馬塞克鐵人 那個屋頂 還是窗底是個尖人 有沒有點路到 不把列車 所以那個列車的標準非常高 所以我是覺得 這一千多處 事實上我們應該把人體拿回來 先做一個石架的品 先這樣有 那如果說 比方說我們 評估一下人體 非常不值得 那根本沒有什麼 那只是 因為太篡鬆的把列車 我們先把他演六次 然後一次就看 就需要花很多時間到現場去試 就可以了 那比一講 他有價值 我們還是先做的時間 然後了解一下 然後再去 比方說我們每個去每個去 我們都 比方說我們安排了一個 上午看兩個 下午看兩個 所以我們覺得 像那個核心路 代表我們根本裡面 繼續 這個 還有一個把門 或是繼續 繼續要 還要扣押 等等 還有這樣子 然後如果任何人 其實他要調查 然後是釋放 應該 像列車這種 他又退 他脫離不略 這個我們講 我們去逃離 只有自討 這個修復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想試著我們事先先破裂一下 稍微破裂一下 他會有一筆 根本批持得 因為在這個文化資產老闆大 經過2005年 2006年 他對於歷史建築的破裂 這個定義就非常重要 如果他根本不符合 就是我們 達年 達年 兩筆 以上 謝謝 這個怎麼可以說 也許一千都可以 可以 這個一千多處 明年當然整個計畫裡面 會有部分來考量 怎麼樣先把 油價值的部分挑出來 也要趕快做審查的動作 但是老師 現在這個一千多處 其實在法令上 我覺得要從源頭做起 因為他已經是台北市的列車 那你當然全部要重看 把它取消列車 其實包括列車審查的細節是什麼 都不知道 對 那列車審查的標準 跟一般取得身份的標準 其實都沒有在一起 好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大家 要思考 當然我們明明會來開啟這樣的計畫 原則上 適當的支持 會朝著方向做 我們會 這個區內先 就 現在一千多件 那我們做這個 初步的這樣見識 那如果說 有剛才委員提到的 寬鬆 或是 那當時就是 反正播報會錯 那我們再提 這個會 初步形式要篩除的 也許你也會減少 到一年 就真的啟動 他的一切都做得出 我們可以這樣做嗎 包主席 現在出去 你看我現在 我不是說不能做 就是他做的 第一個一定是花錢 他連那個出去看 都要時間跟錢 我說我們現在列車已經有想到 那個資料在什麼上 資料有 但是你不知道他的現況 所以你一定是拿資料這樣 對不對 那個等於就是走一次補查 沒辦法 書面 你有辦法用書面 去看出來他的現況 那也是我那天講 我們必須要有一套系統 那你把那個系統當年的 跟現在的 幾乎是每一年到 去拍相關的照片 跟收集數 你那個系統將來要t-in資料的來源 就是把過去的 現在的 跟一些 一些歷史的 都要進去 你發展了這個系統以後 你要t-in東西 你還到現場去做 都不見 不是把你現在手頭上的 資料 手頭上的進去 然後還要現況的要進去 所以你那個發覺 你那個發覺是包括現況要去看 對 我們那天講的沒這一點 那天講的只有 在整個管理系統的 減值 除了過去的資料 現在的他要在旁邊 所以就會有剛剛那個 薛老師講的機會 在跑現況的時候 哪一些 薛老師講的是能否現況好 現在資料明顯都沒有 看不出來 真的看不出來 大概15年前還在了 現在只有一個同學 全文化組織 他也不可能知道以前的事情 手上 現在數據已經有了資料 沒有辦法 可是另外一間OK啊 各位委員長 我大概來說明一下 因為我當時候其實 吳明老師 其實都有參與 那個劉務學校 那個是在文化局的 那個期間 印象當中是在文化局 對對對 是七年前的事情 那因為分成六個學校 當時候操作的時候 是六個區域 那以北科大為例 我們負責 大安區全部跟中正區一半 然後 我的是中山北路以東跟 羅斯福路以北 是切開來的 那這個部分 當時候是這樣的劃分 有區域然後劃分 那當時候大概每個學校 其實有一個調查的依據是 主要是依據 早期中原大學做的一份資料 它去進行那個委託 所以我們那個案子 重新普查之後 我忘了 增加了幾百處的那個建築物 但是它其實有一個 調查方法上的一個基礎 就是依據前一期的那個中原大學的 一本調查報告 當作基礎 再進行一次清理 那當然每個學校的錯法 其實不太一樣 那調查完之後 其實每個學校 依據自己的評估標準 有訂了一個評估標準 然後把大多數的建築物留下來 那這個也是形成後來 將近兩千斗吧 的房子的狀態 那當然這兩千多的房子 兩千多棟的房子經過了十多年 有些房子變成立件 有些房子變成古蹟 所以回來 第一點補充的就是 我覺得當時候 為什麼標準為寬鬆 其實是因為普查的關係 我覺得其實是由它的背景存在 那第二個 我要提出來 可能有一個問題 就是在程序上的問題 因為當時候其實是作為 內部的管控資料 那文字法列車追蹤這四個字 其實是盡情的事情 其實是沒有盡情 那這個資料是不是就是文字法上面 認定的列車追蹤 其實我覺得已經確認了 好 那基本上就回過頭來 我們今天在演示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建議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 我覺得可以很簡單的去操作 讓就是剛剛提到的這個品牌 也許讓一個那個單位 第三公正到現場去把所有的資料 再跑一次 因為它的標的非常明確 那這個部分其實不需要委員 像剛剛薛老師提到的 其實真的不需要 那個到了現場看 因為過了17年 有些房子已經不在了 對 那這個時候才進入到我們 其實我們可以一起過濾一下 有現況的資料 然後再一起過濾一下 我想這樣子會 可能會比較脫散一點 我大概兩點說明 我調查了 那當然應該是先看過一遍 再找學生再去做細節的登記 就是說學生值以後 他就不決定 那第二點大概 後來在我第一個 大概七八年前 還是十年前左右 有要做一次清查 那時候就跟一樣 跟李老師還有張老師 就測試第一站 大概就是 你那時候撥皮 要周邊 挑了二三十個 走一個下午 大概淘汰率 各為數 那基本上是看外觀而已 所以要淘汰 我想也可以 就是 不管是找個公認代外 或是說一次挑 挑三十個 反正車子之後 就看了 就外觀看 就可以排除了 大概 這個也是個簡單的方式 大概 如果一千多 如果假設是二十個的話 就是五十天 大概照幾天 會不確定吧 大概一個或兩個或三個會可以 那如果一個 一個 一次 一個上午三十天 那三十個 那這個就是 三十天 大概這樣來算 那還是可以直接衝過 對 初塞 因為我覺得這樣做 還是有必要 就是說 剛才幾位委員這樣講 我倒是認為 你與其把它放在那裡 不要